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听大案追踪 我是当代老青年 1999年首都北京发生了一起 骇人听闻的特大杀人案 住在一个宿舍中的八名福建籍女孩 被人在二十多分钟内残忍杀害 凶手手持匕首 对女孩们连刺一百二十多刀 没有啊留下一个活口 奇怪的是 凶手一没有拿走房内的财物 二呢没有强奸非礼等行为 三和这些女孩也没有什么仇恨 时至今日啊 凶手作案的动机仍然是个谜 1999年5月30日凌晨四时左右 首都北京110报警中心连续接到两个紧急的报警电话 第一个电话是一个惶恐的年轻女生 似乎啊怕被凶手发现 这个女生非常的低微 电话里面断断续续的说道 有人要杀我们 快来救救我们呀 快来 谁要杀你们 你别紧张 说清楚你的地址 是个男人 拿着刀子 他已经捅伤我的几个姐妹了 你们快来呀 接着 这个女生说了几句听不懂的米南方言 你说什么呀 我这边听不懂 你在哪啊 没想到 电话中传来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 随后啊 就再也听不到任何声音了 110方面 知道情况不好 立即进行技术追踪 发现电话来自石井山地区 正在追踪的时候 第二个电话又打到了110的报警中心 这一次说话的是一个中年女性 一口标准的北京方言 110吗 你们快点来 我们这儿啊 出事了 有个女青年 倒在我们楼下 满身是血 像是死了 你们快来呀 地址是哪里呀 我们这里是石井山 宏达小区 23号院 2号楼 请问你是谁 我叫李林 是一单元2楼203的住户 此时呢 技术追踪结果也出来了 第一个打电话的女生 也就是这个地址 是2楼2020 是报警女性的邻居 看来呀 有可能是凶杀案件 至少也是故意伤害 110民警迅速赶到现场 此时啊 已经是凌晨的4点20分左右了 2号楼下 已经站了一圈人 都是啊 小区的住户 小区的几个保安 将人群挡在外面 有效的保护了现场 见两个民警赶来 保安呢 立即迎上来带路 群众们呢 让开了一条路 只见一个年轻女孩 倒在了2号楼门口的 一辆面包车前 身前呀 是一条长长的血迹 为首的老民警 处理过很多凶杀案 看了一眼女孩的皮肤 就知道啊 人呢 已经死去多事了 这个女孩很年轻 看起来呀 只有20出头 她长得很漂亮 乌黑的长发 白皙的皮肤 大大的眼睛 高高的鼻梁 她非常年轻 正是一生当中 最美的时候 此时啊 她的脸色苍白 颈部胸部 多达六处刀伤 其中一刀啊 几乎将她的颈部 割断了一半 背部 还有一处刀伤 刺穿了肺部 看来呀 歹徒极为凶残 一定要置女孩 于死地 女孩的下身呢 穿着一条白色的裤子 已经啊 被鲜血染红了一半 上身 仅仅穿一件黄色的单衣 已经被鲜血染成了红色 女孩光着双脚 连鞋子都没有穿 看来呀 是慌忙中从楼上 逃下来的 一条长长的血迹 从女孩的身下 一直拖到单位楼内 延伸到二楼 两个民警 跟随着血迹 走到二楼的 2020的门口 这间房子 大门敞着 门口丢着两只 带血的拖鞋 民警知道 大事不妙 赶忙冲入房间 虽然有办过 几十起暴力案件的经验 这两个民警啊 还是被眼前的景象 惊呆了 这是一个呀 两个卧室 一个客厅 一个阳台的大套房 面积呢 大概有一百多个平方 房子里面 放着几张上下铺的铁床 似乎啊 是一个宿舍 让民警震惊的是 房间里面 横七竖八的 躺着七具尸体 全部都是 年轻的女孩 其中有三个女孩 死在床上 其余四个女孩 倒在地上 满屋都是血迹啊 女孩们 全身都是刀伤 现场 惨不忍度 两个民警发现 案情重大 赶忙向指挥中心 汇报 石井山分局 知道死亡八人的消息后 不敢隐瞒 立即向北京市公安局 汇报情况 市公安局刑侦专家 火速赶到现场 经过对现场的仔细检查 刑侦专家也深感吃惊 歹徒的手法极为凶残 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 这八名年轻的女孩 都是被立即反复刺杀致死 看来凶器 应该是尖锐的匕首 小刀之类的 让人不敢相信的是 平均每名女孩 都被刺了十多刀 八个人呢 一共被刺了一百二十多刀 根据事后的尸检发现 这一百二十多刀中的 绝大部分 都是致命伤 换句话说 根本不需要这么多刀 就早已经将女孩们 刺死了 更可怕的是 每个女孩身上都有几刀 是在第一轮刺杀以后 再重新刺的 通俗点说呀 就是凶手 先将这些女孩 全部刺刀 随后呢 怕他们不死 又对每个人 补了几刀 保证啊 一定刺死 面对歹徒的凶残手 和受害女孩的惨状 办过无数案件的专家 和民警们 全部义愤填膺 发誓要尽快的 抓住凶手 为死者讨回公道 此时 走访的民警 找到了报警人李林 李林三十多岁 是一个工厂的 普通女工 她是203市的住户 是受害女孩的邻居 但李林呢 没有提供 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她仅仅呢 是夜班回家的时候 看到一个女孩 躺在门口 就吓得 报了警 可以说呀 歹徒手段之凶残 是北京改革开放以来 极少见的 专家们又在现场分析 得到了很多线索 这间房子呢 安装的是防盗门 但没有呢 安装防盗窗 这些女孩啊 都是南方人 似乎有开窗通风换气的习惯 当晚窗户应该是开着的 窗户上有明显的踩踏痕迹 和拉拽痕迹 显然呢 是歹徒从窗户翻入室内的 同时 阳台上也留下了一些足迹 专家分析 歹徒先爬入阳台 然后呢 推开窗户进入房间 这里是二楼 并不高 成年男人呢 很容易就爬上来了 他翻入房间以后 首先进入的是男卧室 这间卧室里面 放着两张上下铺的床 睡着四个女孩 都被杀害了 根据现场分析 这四个女孩中 有三人死于床上 很显然 他们是在睡梦中 突然遭受歹徒袭击与害的 因是被刺中后 才突然惊醒 这三个女孩啊 几乎没有什么抵抗 甚至没有能够翻身下床 只有一个女孩倒在地上 似乎啊 死前同歹徒 有过思打 但很快啊 被制服了 该受害女孩呢 下身 紧穿一条内裤 显然 也是突然惊醒后 顾不上穿衣 就和歹徒搏斗 八名女孩中 年纪最大的一个女孩 大约二十四五岁 死在了北卧室的门口 根据专家分析 这个女孩应该是八名女孩的头头 负责呀 管理义务 他听到男卧室有打闹声 可能啊 以为是女孩之间吵闹 就过来推门看情况 谁知道歹徒发现有人来 劈胸刺了他一刀 这个女孩呢 挣扎着逃回北卧室 在客厅留下了一条 喷洒的血迹 这个女孩拼命地关上门 但歹徒一脚将门踢开 几刀将他刺倒 此时啊 房间里剩余的三名女孩 都被惊醒了 歹徒立即将其中一人刺倒 剩余两名女孩 一人拼死地向外逃去 并且大声呼救 歹徒见他呼救 顾不上刺杀另一名女孩 追上去呀 猛刺他一刀 这个女孩并带伤 拼死地逃到楼下 被歹徒追上刺倒 最终啊 倒在面包车前 死去了 是 是 是 有 这 怎样 是 有 有 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